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昨天呢 巫统有一位领袖就要求希望联盟出来道歉 为什么呢 马哥大补选成绩揭晓之后 巫统大获全胜信心是增强了不少 于是呢 巫统最高理事诺加兹兰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他说呢 马哥大补选的成绩就显示巫统已经重新崛起了 如今呢 西盟是非常需要巫统的支持啊 才能继续当政府 可是呢 想起过去 西盟是多年来不断地污蔑巫统 让选民误以为巫统就是腐败的 搞裙带关系的 还有滥用权力的政党 所以呢 西盟现在今是今日 他认为应该要向巫统道歉 那诺加兹兰还说 对于西盟而言 讽刺的是 西盟现在需要让他们口中腐败的政党继续掌权 团队政府如今没有任何政党可以独立执政 所以他们必须改变思维模式 确保目前团结政府的共识可以维持到下一届大选 这是诺加兹兰在《面子书》的贴文当中提出的看法 诺加兹兰也认为呢 西盟不应该对巫统的壮大感到担忧 要是没有巫统带来的马来选票 西盟就没有办法继续执政 如果西盟希望团结政府能够继续维持坚持到下届大选 那么现在是时候改变策略 包括承认西盟是极度需要巫统的 他也强调在团结政府的架构之下 各个成员党应该发挥各自的角色 来争取各自选民群体的支持 要是有哪个成员党表现傲慢的话呢 那目前的合作架构就会崩溃 那诺加兹兰这一番话 让行动党的许多领袖感到非常不满 行动党全国中委李正贤就发文告说 马戈达补选的胜利不是一个政党的功劳 而是所有成员党的努力 同时这一次的胜利也不代表巫统重新崛起 他反映的是马戈达这个地区的在地因素 而不是巫统的整体实力 诺加兹兰就和阿克马等人说 不应该再缅怀巫统过去的辉煌 要放下自以为是的态度 专注于推动国家的多元和谐发展 李正贤还说呢 马戈达补选的结果证明了 其实人民更向往团结政府所倡导的 多元和谐发展路线 而不是国盟那种高举种族啊 宗教啊 这些挂帅的民粹主义 诺加兹兰和阿克马等等这些巫统领袖 最近的言论呢 只会加剧社会分裂 让团结政府的核心 他们这些说法跟团结政府的核心价值 是背道而驰的 何况呢 巫统如果你真的要比谁的种族言论更极端 你的能力远不及那些国盟领袖的极端 还有煽动 所以走新的多元路线 这样的政治格局 才是巫统赢得更多人民信任的正确途径 那这一次补选有种说法就是华人的投票率很低 只有35%的华人出来投票 那行动党柔佛州主席刘振东 今天他就诚心说 综合各项的标准来看 马格达补选华裔选民的投票率 接近50% 而不是35% 那根据达鲁伊山研究所的数据显示 这一次的投票率 与2022年的柔佛州选举几乎是相同的 马来选票占比为61% 华裔选票49% 以及印裔选票48% 刘振东还认为呢 马格达的成绩说明了选票可以转移 这是通过他们密集的竞选活动 和说服西蒙的基本盘所取得的一个成果 西蒙说服了他们的基本选票 来支持国阵候选人赛福星 或者说是支持柔佛大臣温哈菲兹所领导的团队 也可以说是在支持首相安华所领导的团队政府